各位縣長的觀眾還有縣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這場的主持人 我是邱平章Burnman 然後今天的這場talk呢 非常有趣 因為ADE的安全性一直以來是 資安的工房的藥地 也是紅藍隊必爭的區域 然後這幾年的ADE的資安也是討論的非常熱門 所以你可以看到從 不論從Blackhead 從Devcon到我們 Hicon 其實很多的ADE的talk都越來越多 那今天的講者呢是我們奧義智慧的研究員 一個是John 一個是Bork 然後今天他們會講一下ADE裡有趣的問題 有趣的現象 然後大家可以分享的資安的面向 跟大家來探討 那接下來我就把時間交給兩位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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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一下 大家有聽到聲音嗎 OK 好 那今天的演講就由我先來開場 大家好 我是Boy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呢是 Active Directory安全 有時候真實比小說更加荒誕 那先跟大家再自我簡介一下 我是右邊這位BoyXu 那在我左邊的是John 那我們都是OE的研究員 那我們現在基本上就是專注在AD Security 居多 那就是今天是我們在這等於說兩年中 我們跟一些客戶做了一些這個場域上面的測試 然後去做蒐集去做分析得到的一些回饋 那就是今天在這邊整理分享給大家 那先講一下為什麼會有這一場chalk 基本上呢大家都知道AD真的是一個令人用愛又恨的服務 那基本上呢只要是你有一定規模的一個場域的話 基本上你為了快速的方便部署你的一些 不管是你的腳本 你要去管理你的這個場域下的每一台電腦每個使用者 那你都會使用到AD這個domain service 那不過呢AD在這一兩年 尤其這一兩年非常多的安全漏洞一直在爆 例如像是我們第一個Buddy Bolton啊 或者是後面的SAM account and Spoofing 或在後面這個Certified的這個CVE編號 這幾個CVE呢都是這一兩年來 基本上可以讓你去做一些像是 拿到Domain Admin的這樣一個權限 或者是說可以去做一些relay的攻擊等等 那可以讓你非常方便的從一個 默默無名的一個小小的帳號呢 變成要聲音變成一個Domain Admin的一個身份 那最後一個KRB RelayUp呢 它是一個目前呢 蠻多人在使用的一個這個本地提權的一個 你可以講它是一個漏洞 你也可以講它是一個feature 因為呢 微軟現在目前還沒有打算去做一個修補的動作 所以呢 基本上你現在使用的KRB RelayUp 是可以很方便的讓你做一個本地提權到Local Admin的一個 這個提權的一個作用 那另外呢 就是企業本身的AD安全 其實目前來講真的還沒有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正規化的一個檢查方式 來評估你自己的企業場域是否足夠安全 所以呢你就很難知道你自己的AD的健康狀況 就不用講說那AD管理員自己知不知道自己的身體健康如何呢 可能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呢今天我們透過我們過往兩年的案例 來去做一個數據的蒐集 做一個分析統計 來分享這個中小型企業到大型企業呢 普遍存在哪一些管理上面的這個疑問這個問題 那我們呢很常聽到企業問我們的一句話就是說 欸我需要問一下 到底我們的企業場域我們的AD的狀況到底是如何 我們很難說我們自己做得好不好 那你可以告訴我們嗎 其實我們會發現到說我們自己呢也很難回答去 就是從這個問題來說我們自己也很難解答 這個提出一個很好的一個解答 但是我們透過過往的這些分析的數據來看 我們其實可以大致的推敲出來 就是說在小型企業呢 因為他們的環境呢相對的單純 所以呢他們很少遇到一些特殊的AD的提權 或者是橫向移動的這樣一個手法 他們沒有全線分割的問題呢 比較容易發現這個高全線帳號呢 很容易都會是一個merge的狀態 就是他們會很多的高全線帳號呢 可能是放在同一個族群底下 那這個族群只要有一個人 他去被compromise的話 他可能就會有這樣子一個提權的狀況出現 那他在給予特殊全線的情況呢 因為沒有特殊的服務 沒有很複雜的架構 所以他的情況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少見的 那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他直接給一兩個帳號全線 是拉升到這個最高的一個全線 然後方便他來做事情 那他安全性設定呢 也相對大部分都是比較沒有碰過 改過修改過的一個階段 那他比較沒有調整過的狀況下呢 可能一些低負的安全設定 就足夠在這個小型企業裡面呢 去做一個很好的使用 那我們比較常聽到 不管是說APD攻擊啦 或者是一些在各大會議發表的 一些新的漏洞攻擊的這種串接的利用 其實比較多的是發生在這種大型企業的AD 那原因是因為他的責任要求較高 他的整個這個管理分權呢 需要切割的比較細緻 那他可能在他這個切割的過程中 就有可能會出錯 那另外是他的服務非常的眾多 結構很龐大 所以他可能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軟體 給了一些不必要的權限 那歷史在很多 因為這些企業可能是10 20年以上的老企業 所以他可能他的AD上面的本身的體質 就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呢我們大致呢 透過剛剛遇到的這些問題 這些案例這些數據 我們大致把它分了五類的 這樣的一個常見管理問題分類 那我們也給他了一些程度上面的 這個不同的 不同程度的分類 那基本上在沒在管理跟管很好的階段呢 這個我們就不用講了 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完全沒有sense 跟他的sense很足 而且他有去做過一些training 他知道怎麼樣去做調整 但是在嘗試管理跟管理的 當然是有一些失誤 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差異就是在於說 他的帳號分割 微韵跟日常帳號分割 在嘗試管理階段 你知道你想要改動這樣一個 分割的一個這樣的權限的控管 但是你沒有相對多的這個歷史經驗 所以你可能沒有辦法分割得很好 還是會有一些失誤 那在設定檢查的部分呢 則是你在嘗試管理跟管理的 這個有一些經驗的階段 你都還是有可能會因為不同的問題 出不同的包 那盤點帳號全線呢 則是在你嘗試管理階段 你還不會去很care到的事情 是因為說你在你的帳號分割 都還沒有做好的情況下 你更遑論說去做這個盤點帳號全線的動作 但是當你已經有一點管理的這個 帳號分割的經驗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來注意到帳號全線的分配 是不是適合的 切割的是否妥當 給定的這些設定的權限是否可以足夠 讓他做足夠的事情就好 而不是去做躍拳的動作 那我們開始 我們就來提供我們這兩年多來的一些案例分享 那我們就會從這五大管理問題 來一一做一個介紹 那第一個呢就是管理群組的問題 我們遇到管理群組最多的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他可能根本沒有管理群組這樣的一個概念 在有一些企業的場域中呢 有一些這個場域他的管理人員 是直接把所有IT部門的員工帳號 移植放到一些高權限的這種group裡面 所以我們曾經有看過有一些cast是 IT部門的員工帳號 他都是domain admins 你只要拿下一個IT部門的員工的 你用個phishing的攻擊啊 或等等攻擊 拿到一個IT部門員工 你就變成domain admins 那另外一個狀況是說 微軟曾經有跟你講過 你可以用account operators 你可以用print operators 但是如果你注意去看他 這幾年的這個documentation的話 你會發現他跟你講什麼 他跟你講說 不要加任何員工 不要加任何帳號進去account operator 你要加到print operators的成員 要謹慎加 這個大家要注意 就是AD管理員 特別要注意的是說 你到底這些群組 你有沒有去理解 他的歷史在是什麼 他現在最好的best party是什麼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會把這個帳號 放到account operator 但他不知道account operator的成員 他的這個權限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根本不需要 這樣的一個權限 那一個人失手 全部就淪陷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權限分割啊 人員跟微軟的帳號要分開 然後呢 讓你的日常跟你的微軟帳號呢 是有做好一個分割的 這樣的一個處理 所以呢 這邊就是我們剛才提過的 其中一種案例 我們在某個場域底下 他有兩個domain 那這兩個domain都發生 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他的一些成員 不管是computer 還是他是user 他都會是一個 domain admin的一個member 那我們可以再仔細看一下 就是這些成員組成 我們通常會認為說 管理群組的成員 應該要關聯性強烈 他要嘛是同樣都是一個 高權限帳號的一個 命名的規則 或者是說 他是在不同的場域 但是都是那個部門的唯一 一個比較高級的主管 但是我們看到在這個case中 案例中的這個成員呢 組成 大部分都來自不同的部門 那甚至說 他有混用這個使用者 跟電腦帳號 成為成員的這樣的一個習慣 那我們不只在直網域看到 我們還在直網域 也看到一樣的問題 這其實就代表說 這不是一時 這個權限委派出錯 而是他們在這個 當初設計上 他們的mindset 就已經是有一個 概念上的錯誤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你知道 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力不從心 那我們就會遇到幾種 管理群組設定的這種 他的一些小問題 例如說 他開了額外的管理群組 要來做這個 重設密碼請求的一個部分 但是他成員組成不明 他不知道說 為什麼今天有一個A成員在這裡面 那A成員 他不應該要在這個群組裡面 那是誰把它加進去的 那另外呢 是有一種開了很多 額外管理群組 他認為他要切得很明確 但是呢 他在各種籤套啊 組成啊 全線的模糊不清的狀況下 他沒有辦法知道 我現在這個群組到底乾不乾淨 那另外就是管理群組 擁有全線的分散 但是其實 他不知道說 有更高的另外一個群組 可以去操控這個群組裡面的成員組成 所以我們的建議呢 動作呢 就是你要建造一套 一套機制來審核 你每一次的成員組成 那你呢 切割族群的時候 不要過於零碎 而是要適時的去做一個 審核複巢的動作 那帳號跟群組的全線盤點呢 更應該要定期去執行 定期去檢討 所以這邊也是給一個案例分享 我們發現到呢 在某個場域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 Password Management的一個管理密碼的群組 但這個密碼群組呢 卻對一個中間的Anygroup 就是我們把它去識別化 但它其實就是某個群組 然後這個群組呢 它對於User's Container 也有General的這個權限 所以呢我們可能認為說 這個狀況是比較特殊的 那我們就會去詢問一下 這個場域的管理員說 為什麼你當初要設這個群組嗎 那可能我們有聽過幾種狀況 包含像是說 它可能在全線設定的時候 可能是外部廠商 現在有幫他們設定沒有設定好 或者是說呢 他們本身有一些業務用途 而需要去對User's Container 做一些比較high-level high-privileged的一個操作 那這樣的操作造成 他就不明白說 原來Password Management 可以去動到這個Anygroup 那他就可以間接的呢 從Password Management的成員 然後呢直接去 takeover所有的這個 場域中的使用者帳號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層層牽套造成問題的一個案例 好 那再來我們給John去講 這個後面的剩餘的分類部分 好謝謝Vogue 那接下來換我來分享 呃 後面的案例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 維運和日常帳號分隔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我們講了很久了 那我們還是要在這邊提一下 那 在很多的情況下面 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已經聽了 成千三百萬變的說 你的帳號不要混用 很容易造成credential 檔品這件事情 那可能大家都知道都有認識 但我們實際在很多的場域 我們都會發生 發現其他的問題 就是除了你這個管理員 呃 違規操作以外 還會有其他問題 例如說軟體登錄這件事 我們遇過有一些 呃客戶的場域 他有一個備份帳號 而且是可以 控管到整個domain的帳號 這個帳號會到處登別人的電腦 他登別人的電腦要幹嘛 幫忙備份資料 這件事情其實很常見 然後還有排成的一些事件 或者是一些部署軟體的帳號 他通通可以登到這些電腦裡面 所以常常會有一些 你不預期的登錄事件發生 那而且呢 我們不只講credential當片 其實credential當片以外 還有其他的供給手法 跟這種登錄的違規 有關 我們只要有登錄就會留下足跡 那駭客就可以蹭跡攻擊 那我們現在再不講credential當片 catch credential這件事情 那catch credential我們常聽到 你說你沒聽過什麼 駭客用mimi cards這種東西 甚至駭客可以用mimi cards 用rubius 或者是你有在local登錄mscatch 這種東西 都有辦法去做當片 這個東西大家都熟了 而且大家都有一些practice 例如說 你在rdp的時候用 用remote credential card這種東西 可以防止catch credential ok 但不只是catch credential這件事 還有relayauth 這一兩年呢 其實有一些攻擊 也就是說你只要有登錄到這邊 我就可以強迫你這個帳號 去對其他人做驗證 那這件事情呢 在大部分的ad環境來講呢 大家都沒有做好防止relayauth這件事情 所以像剛剛我們提告了 krbrelayup 那它原本的變種就是來自krbrelay remote potato 還有一些更早期兩三年前就有的 lsa relax這種攻擊 這些呢都是relayauth 類型的攻擊 那我們等一下會 來看一下實際的案例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我們在客戶場域裡面看過的jumpbus案例 我們看到最誇張的是什麼 在七天的時間內 有兩百七十九個使用者 RDP到同一台電腦上面 那你會覺得很荒謬 但老實講這在很多大型系列來講 Wall phone home階段 大家Wall phone home 先大家都RDP到這邊 再自己去RDP到自己的管理主機 這是一個常見的操作 所以說我們常看到一些單位設定server 讓員工供用主機 然後例如說 那有些比較懶嘛 有些好一點的會說 一個一個設 有些比較懶一點的 我把domain user都加進去 可以RDP的群組 對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這個電腦每個人都可以登 這也是我們常常幫客戶做 檢查說發現的事情 那以這種情況 jumpbus兩百七十九個使用者 都登錄到同一台電腦的情況下面 我們就可以做 Cross Session的Attack 等一下我們就會有一個demo影片來講這個 那在Cross Session的Attack 我就可以relayauth 把這些東西例如說 都relate到ADCS的主機 或者是呢 做Shadow Credential 我們這邊沒有在細節講說 這兩個攻擊手法是什麼 但老實講 你把這個拿去做關鍵精 搜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它是怎麼樣攻擊的 OK 那我們接下來放一段影片 那我們現在先檢查一下 自己的身份權限 我們是一個普通權限的使用者 然後叫Bob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個 RDP進來 然後但是沒有任何特殊權限的人 那我們現在去檢查說 我們能連到一台主機叫creeper 那我們現在看到錯誤訊息 XX9 OK 所以這代表就是說 我們沒有權限 那接下來我們去檢查 同樣登陸在這一台主機的其他人 那我們這邊 我也讓大家好理解 我們用Admitrator 現在Admitrator在什麼 17、13、14這些Session裡面 所以有其他人跟我在登同一台主機 那這時候呢 我就強迫 例如說 14、15、17這種Session Admitrator的帳號 去對另外一台電腦做驗證 這時候我就可以做RelayAuth的Attack 那我們這邊就是針對17這個Session 去下一個KRB Relay的攻擊 那這個攻擊大家可以去查 那我們這邊呢 就獲得了 RelayAuth的Attack 幫他塞一個ShadowCredential 在Admitrator的帳號裡面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針對 用ShadowCredentialRequest出來的 這張憑證呢 去做下一步攻擊 那我們就複製它那個 攻擊給的那個憑證 然後貼上 所以現在都是現成工具 那我們去做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第一點是 光是這樣的攻擊 它就可以拿到 使用者的ntln-hash 而且會看到我們FD1E開頭的是 Admitrator-ntln-h 然後同時呢 我們PASS的TKey的攻擊呢 也可以去做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成功 成功進來Creep這個帳號 並且呢 它的HOSTNAME 你可以看到我們是 我們驗證成功是 我們可以正常登錄 所以我們成功獲得 Admitrator帳號的權限 並且獲得它的一個 幫它塞一個 後門的ShadowCredential 以後我們又可以持續的 用這個ShadowCredential去登錄 OK 所以這是一個常見的一些 我們在講 大家都登錄到 同一台電腦的時候 這種有潛在的威脅 不只是你CatchCredential的問題 剛剛那個情況 你有好好的設定安全性 Mimi卡Stump也不到 但是你卻可以被這個攻擊 給亂用 再來是設定檢查部分 我們這個東西 普遍傳載 不管你是大眾小企業 都會出現這種問題 那我們來快速的涵蓋一下 說有什麼類型的 在一些預設裡面的東西 像是Group Policy 這些已經很常見 我們有看到很多的案例 還有剛才前面的 上一場的講者有提到 Cabrusting這種問題 然後還有一些Network Share 有些東西Network Share 是大家都可以存取 有些人就可以 攻擊者就可以把 這Network Share的檔案 給替換掉 從而造成一些攻擊 那我們等一下後面 要有其他案例 然後還有一些 驗證相關的東西 ADCS的權限和範本 設定錯誤 等一下我們也會提到 還有A9AD Connect 很多的企業 我們講一個數據 Fortune世界前500強 有98%的企業 有用到A9AD Connect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有用到Exchange Online 這個數據 大家可以有興趣 可以上網查都查得到 再來呢 還有一些2FA Surface的 這邊有放個連結 是CISA的一個 Alert報告 所以蔡克在攻擊過程中 利用了AD和2FA Surface的 接接的設定錯誤 然後讓他可以成功進入到內網 那我們來分享你的案例吧 就是我們講 這是我們的憑證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常見於在有ADCS的環境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第一個方框的部分 上面第一個方框 就是這邊字有點小 它是Authenticated User 這個東西代表的是 所有的User和Computer 再來呢 它在下面會有個Read,Write,Inroll 那這邊呢 其實正常來講 你只要給Inroll 但我們發現 大部分的 以前的課程可能沒有上好 或者是課程沒有教 大家 要嘛就全勾 要嘛就是順便給了那個 Inroll還有Write的權限 讓它可以寫入 賦予了這些東西的時候 使用者 這些使用者 可以去修改範本內容 從而達到 提權到Domain Admin的效果 而且 這個東西基本上 你在AD的權限掃描裡面的時候 這時候看不到 那剛才也有提到說 這個在去年的SavedOps的時候 有提過 總共八種的供給 對大家有興趣 還有ADCS的 售戶設定其實有很多種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過程 第一點是 你是所有使用者 所有使用者都是Domain User的Member 那所有使用者 都可以去Write一個Template 所以我們Domain User呢 就去修改這個Template 讓這個Template呢 變成可以拿來提權的 Template 再來呢 我們使用 任何一個使用者 都可以去註冊這個評證 因為寫在Template身上說 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去寫 可以去註冊 那我們這時候 request了一個評證 而且這個評證呢 上面說 我可以代表任何人 那我這個使用者就寫說 我代表 我可以代表Admitrator 我可以代表 其他Domain Admin的帳號 再來呢 他拿到評證之後 再就可以去代表說 Domain Admin 然後再去做Curbus Tiki的要求 有點像是我們剛才那個錄製影片裡面 我們用到Rubius 我們剛才Rubius用一個 ASC TGT這種方式 等於說我們拿到評證之後 我們可以再拿去做Curbus Tiki的要求 那這是錯誤 這是其中一個錯誤設定 再來另外一種錯誤設定呢 是AAD Connect Service的部分 那假設大家對於AAD Connect Service 有所理解的話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AAD Connect Service 等於說你要在安裝過程 用一個Domain Admin Account 去安裝這個服務 為什麼 因為他必須用Domain Admin的 權限呢 幫你建立一個新帳號 也就是MSOL開頭的帳號 那這個帳號呢 他在Domain裡面呢 他有一個很高的權限 特別是 你在用Password Hatch Sync的時候 他會給予 可以DC Sync的權限 那在很早之前 Blackhead就有人提出說 假設你有辦法去Compromise 一個MSOL帳號的話 你就有辦法去做這個攻擊 等於說呢 我只要有 像是Account Operators 在以前的版本 Account Operators 他可以去修改MSOL 這個帳號的密碼 但 你會想說這不是很正常嗎 它是一個帳號 但是在 對於企業來講 他們是不正常的 原因是什麼 我們訪談過很多客戶 他們的地端和雲端的team 是分開來的 他們不認為這個東西 是可以這樣做的 那 而且呢 這個微軟有fix 但是呢 假設你的MSOL存在 A9AD Connect 安裝很久了 很抱歉 這東西是你必須要去手動修正的 微軟有提供腳本 但是這個權限 它不會主動的在你更新之後 幫你修正 這東西你必須繼續修正 假設你是很久之前安裝的版本的 AAD Connect的話 再來是全線 盤連帳號全線這件事情 這種事情 等下我們最後面會有heemap 小企業很少碰到 但是 中型大型企業一直碰到這個問題 那我們來講一下 為什麼這些 就是它的痛點在哪裡 對於特定資產啊 這些東西 他們對於賦予要什麼全線這件事 沒有什麼概念 就像我們剛才前面已經講過很多種 而且呢 我們在微軟在設定ACL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叫Propriety Set 等於說你點了一個東西 它背後幫你勾有十幾二十個全線 這件事情很方便 沒有錯 但是呢你在勾選這個全線的時候 並沒有了解它後面賦予了什麼東西 那這也不能怪大家 因為AAD的全線本來就很複雜 所以說這裡面 你要完全的理解到很透徹 這件事情是十分困難的 那我們來分享一個實際的案例 也就是Echange AD ProofUG Escalation 我們來這邊舉的是 Echange Windows Permission這個帳號 它對於Domain有一個Write DSCL的全線 在Echange 2010、2016、2013 這些版本啊 你可能都會使用什麼RBACSplit 或Share Permission Model 就是比較安全的設定Model 那在安裝過程中 就會設定這幾個群組 Occation Management 或者是Windows Trust Subsystem 這種群組 那這些群組呢 在2010的時候 它都賦予了引用 對於Domain有Write DSCL的全線 在微軟在之後的Echange版本 它把它修正了 但你想 很多用Echange的 大家可能都從2010以前 或2020就已經在用了 這個跟A9AD Connect的同理一樣 你伸上去了 這個全線不會幫你拔 你必須手動拔掉 所以為什麼很多Echange 當然你拔掉之後 Echange在AD裡面的全線還是很大 但是它是一個攻擊路徑 所以說 當你的Echange 當你的Echange 你是從2010一路繩上去了 這個全線 你可能從頭到尾 你都要不曉得它存在著 你必須自己去手動的 去把它做Medigation 那再來另外一種全線的問題 這個全線的問題 這個基本上 我發現很多的單位都有 很多的單位都有發生過 我們會知道說 假如在座應該很多人是網管 或者是資安人員出身 而發現說 join domain的電腦的帳號 有時候加入加入加入到一半 發現它不能加了 為什麼 你可能心裡有個答案 就是因為只能加10台 對 那所以說為了繞過這加10台的機制 我們會去做一個Practice 就是讓join domain的人員 他對於一個OU可以建立computer account 那這有點像是 剛剛我們前面一開始體驗 那種any group 對users 這個OU可以去做一些修改 對 這也是問題發生點的重點 那當你有這個全線的時候呢 你會去建立一個computer account 那其實呢 對於這個join domain的人員 他就是這個computer account的owner 那owner可以幹嘛 owner可以對於這個computer account 去設定dacl 來進行rbcd 或是shadowcredential 這種類型的攻擊 那 有可能他們不是因為Practice需要 而是因為他們必須防止 駭客去濫用微線攻擊 他們會去設那個machine account quota等於0 這樣的話 駭客很難的在利用一些漏洞的時候 有些漏洞需要去創假的machine account 這時候呢他就沒辦法去 就沒辦法去自由的去創建 那這時候 這也是一些單位去做的這件事情 那這整個過程 最重要的問題是 你建立computer account的人呢 他對於這些computer object有權限 那我們這件事情 最後要檢討一下就是 第一點是你的加入網頁的人員 是不是預期的管理人員 他能不能管這些電腦 很多時候是不行的 原因是因為什麼 加入網頁這麼小的事情 在很大的企業的時候 這些都是外包的 這些東西都不是那些 很忙很忙IT人要處理的 這些都是給那種外包help的desk啊 那種一般的廠商去做的 那假設他是管理人員的話 你就什麼都不需要都修正 但假設不是的話 這個東西全線必須要定期收回 目前來講 就我們知道是必須要手動收回 或者是用script方式去收回 沒辦法有一個比較其他的 比較好的practice 對 那最後是核心資產的部分 那我們先講核心資產核心資產 我們來複習一下這張圖的重點 我們來講核心資產就是在tier0 tier0就是可以影響整個網域伺服器的 整個網域的伺服器 那我們常常被忽略的核心資產類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像我們剛才講 AAD ADCS 打掉的話可以控制整個地端 ADFS 打掉的話可以控制整個雲端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LAPS Server等等 還有一些派送軟體的Server 因為這派送軟體居然會派送到 Domain Control 或一些其他的重要主機 所以他也必須 應該也要拿入控管 因為他可以派送到軟體 進行到其他的重要主機 那他是不是也很重要 對 這場是被忽略的 還有一些特權啊 密碼管理平台等等的 只要會影響 可以影響到整個網域的 都應該要拿到這個核心資產裡面 那我們來舉個例子 那我們現在是假設有一個 我們是遇過這個案例 那假設有一個帳號呢 被Compromise 然後他可以成功的去攻擊 Password Manager的Server 但這客戶做得很好是 他的Tier0 Server 不能被這Password Manager的Server 給控管 等於說 駭客控制到這個主機的時候 他不能直接連到這個橘色的Tier0 Server 這點他做得對 但是呢 這個Password Manager Server呢 可以獲取 Fire Server的 Local ID的密碼 這時候客戶就 客戶不知道的一點就是 這個Tier0 Server 每天會去拉資料 每天會去拉資料 對 Fire Server上面的某一個檔案 然後並且下載下來執行 所以攻擊者掌握這件事情 所以說他就把 Fire Server打下來 通過這個方式 把Fire Server打下來之後 替換這個 Script File裡面的內容 然後他成功獲得 Tier0 Server的權限 所以說 這邊有一些被忽略的地方就是 第一點是 你不曉得你的 Tier0 Server到處 對於外連線 而且呢 不曉得說 原來Fire Server 也應該是你的核心資產 再假設你不能拿掉 這個Schedule Task的話 對 那再來是 假設你不能 假設你不能拿到Schedule Task 那你就必須把Fire Server 納入核心資產 同理的 密碼管理平台 那個也要納入核心資產 但是他有做一對 有一件 有做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 就是 他的 他一開始的 Password Manager Server 其實沒辦法直接碰到 Tier0 Server 代表說 他其實有意識的要切割 但只 沒有切好 那 該如何解決這種事情啊 那我們稍微提了一下 一些心法 給大家做參考 第一點是 我們對於 我們資產人員 或對於網管來講 我也不太確定 因為 他們缺乏了一些 對於帳號權限的 掃描和盤點 這件事情 那我們有很多 Open Source的Tool 像是什麼 Burahun Bluehun 這種東西 或者是Edit Lancer 這種東西 都可以去做 基本的盤點 當然 我們剛才前面也講了 他只算Shorty Space 所以說 可能有更長的路徑 盤點不出來 而且呢 缺乏對於帳號 亂登錄這件事的盤點 那你可以透過 加強你的監控機制 來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前提是 你要知道哪些帳號 是重要的 而且呢 攻擊也過於複雜 我們剛才前面提的 這些checklist 一些項目啊 假設你知道你有 但是你不曉得他的恭喜 你可以開始去做 說你環境有多少 然後呢 再去詢問專業人士 或者開始自己讀paper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 BOIK講一下我們的結論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聽完了 五種管理問題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要怎麼樣利用 我們剛才提到的這些問題 來去評估自身場域的部分 我們在最前面的時候 有給出五大問題嘛 那我們實際把這兩年的案例 把它發生的問題的 這樣一個次數 用所謂的heatmap 熱圖的方式去呈現 越紅的部分 代表在這個場域中 越常出現的一個 管理問題的這個分布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前面 給了一個很大膽的假設 我們認為呢 這個小的企業呢 它的場域相對單純 它沒有複雜的設定 沒有複雜的管理階層的架構 所以它最大的問題 會發生在它的管理 跟它的問題分割的部分 那越大 越往大的這樣的一個場域的時候 它因為它的這個 整個業務呢 越來越的繁忙 越來越複雜 它就會開始發現說 它有一些核心資產是 對它來講 它是模糊的 它不知道 那它對於帳號全線 有一些層層牽套的問題 它沒有辦法釐清 那我們最後呢 統計出來的熱圖 的確也符合了 我們一開始的假設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呢 你在不同的場域大小的時候 遇到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自己的發生的頻率 就如圖上所示 所以我們可以給出 大家一個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先去對應到 你自己自身的場域 大概是多少個unit 那根據這個unit呢 你可以根據不同的 這樣的一個role 去看到說呢 你應該要優先 去處理的一些問題 跟你需要花時間 花心力去處理的問題 例如說 我今天是一個大場域 我有超過一萬個unit的話 那我應該要 怎麼樣子去做呢 理論上 你應該要把管理群組 日常帳號分割 聖地檢查 這種比較基礎工 你可以看到 大家跟你一樣 身處在這個場域 大小的這樣的 其他的企業 他們都做得不錯 那你理論上 你應該就要把這個部分 做得不錯 那最常發生的 這個盤點帳號全線 跟核心資產 不清楚的 這樣的一個範圍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你就更應該 要去花心力 去克服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當你克服的時候呢 你就在同樣的 這樣的一個 等於說 同樣的一個level的 這個成績的場域的時候 你就做得比別人好 所以這是我們給大家 這個帶來的一個 就是我們 根據我們的這個 客戶的場域分析 出來的一個熱圖的部分 那大家要知道說 就設定檢查 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三個場域大小 它的這個大小 不論是小或大 都有可能出錯 就是代表說 你應該呢 再去做一些部署軟體啊 GPU啊 或者是說你的一些 引入的軟體 它的一些configuration 你都應該要去釐清 要理解 並且要去設定錯誤 根據你的這個需求不同 你應該要去 設定不同的值 來去做一個最好的match 所以呢 現在開始動手 怎麼動手呢 我們剛才提到 參考今天的簡報 研究相關的問題 根據你不同的場域大小 找到跟你相同level的 這些competitor 高掌握度 也就是綠色 往越綠的部分 這個問題類型 你應該要先釐清 先解決 遇到不清楚的問題 你就應該要去詢問一些 專業的advisor 或者是consultant 那越棘手的軟體 越往紅的這個區域的問題類型 你應該要去 花多一點的心力 去培育啊 這個相關的訓練 去訓練相關的這些管理員啊 然後讓他們可以更理解 更清楚這些問題 應該要怎麼樣去被盤點出來 怎麼樣去做一個 好的這個認知 OK 所以我們今天呢 整個分享的部分 大概是到這邊結束 那再來就是看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詢問 謝謝 好 那我們給講者掌聲 那 現在我先看看 好 我先留 我們應該還有點時間 所以我想先留問題 給現場的 會眾們 有沒有人想要 現場詢問問題的 可以舉一下手 有沒有人有問題呢 好 那大家在思考問題的過程中 大家可以再想一下時間 那這邊線上有幾個問題 那第一個是 剛剛做了風險熱圖 那有個會眾想要了解說 大概收集了多少的客戶 和大概是產業分佈 大概是什麼狀況 好 做這個之前呢 就已經想到會有人問這個問題了 很抱歉的是 客戶的數量 肯定是不能跟你們講的 對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的是說 這是 兩年內我們做了 沒辦法 沒辦法講 但是兩年內做了許多的客戶 那橫跨的產業有什麼 有政府 科技 半導體 那我們會講科技和半導體是不一樣的 原因是因為 有些是工廠 但它不是半導體業 對 然後 軍警政這種東西的 這部分部分 其實我們都有確定過 大中小呢 因為我們小的 數據比較少啦 對 但老實講 小的目前我們看了很多 的教育單位 對 問題大部分都是同樣 都是同樣的 對 希望有回答到 這個對數據的問題 好 謝謝 所以 雖然數據沒辦法明確的回答 但可能分享了哪些產業 還有 企業的大小的程度 希望有回答到會眾的問題 那我現在再回到現場這邊 有沒有人會想要 有些議題想跟講者討論的 好 還是沒有 那再給大家一些思考時間 對 那我這邊在網線上 再找一個問題 欸 呃 線上有位馬上投稿的 請問若 Blohound 只能找出到 Domain Admin的最短路徑 要怎麼找出所有潛在的路徑 有什麼工具嗎 OK 那 我們剛剛講 講Blohound沒辦法做 其實是 Blohound他想呈現的是 shirty space 那有沒有辦法呈現 blohound space on Neo4j 你的算法其實是有辦法 query可以自己下 可以下成這樣 但問題是你的Source and destination 要怎麼下這件事情是 目前沒辦法用工具來去判斷你 就是你要必須使用 Blohound這種工具 你必須要有一個基本的sense 就是什麼東西是重要的 Blohound他本身 假設有些問過這個問題的人 有用過Blohound的話 可能會知道說 Blohound有high value這種東西 但其實它high value 定義的不太完整 對 所以你就會必須要 去想辦法把這個Source and destination 都用很多算出來 然後把它的所有可能性 用Near4j列出來 當然長域一大會列的超級久 對 就是它的可能 你可以這樣做 對 那你會列比較久一點 可以用Near4j的方式 好 對 那其實跟工具相關 還有另外一位 惠眾在線上有個問題 是關於說 那 像Blohound這種工具 或有沒有其他工具 或 你們這邊是怎麼做的 然後去算出這些風險 並且找到這些治安的問題 我們是怎麼做的 這個不太適合在這邊講吧 對 那我們要 我們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 我們可能要 剛好我們ML的大師不在 對 不然的話我們可以請他 再跟你們來聊一下 對 因為這其實我們是做AD expert 對 但我們的其實算法那些 都不是我們在掌控的 對 OK 好 看起來有些是商業機密 那 呃 現場 再問一問看 現場有沒有想要 想要詢問問題的 好 線上是還有不少問題 好 那我現在這邊再挑一個 有位會眾有問說 請問有沒有適合練習企業AD 檢測權限與測試的環境 檢測權限的話 我會推薦 假設你很想要用的話 那我會推薦兩個東西 一個叫BateBlock 那它很適合 它的數據是一個random產生的 對 那 你可以拿去做練習檢測權限這件事情 對 那 喔 我 欸 好 呃 朋友的 老朋友的提問 請問有看過導入Tier Model後 還被打入的狀況 那這樣的狀況多嗎 狀況多嗎 狀況少 但是有 對 就是Tier Model這件事情 就是 你以為切了 但它其實沒切好這件事情 對 還是有 還是有發生過 好 我看到很多在 其實應該是在現場 但都 都用slido提問 嗯 我看我不太理解這個問題 要 應該是 它想問的應該是要 要從哪方面可以找到AD專業人士 然後幫 我們檢測 或者是 詢問一些 全線設定的問題 對 對 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理解這個問題 我先這樣子問問看 那如果 呃 提問的人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對 那就是 要從哪邊可以找到一些AD方面的專業人士 來提供 呃 全線設定 的問題的一些檢測 或 對 這個問題 很尷尬 我們不想 我不想工商 哈哈 對對對 我很耿直的 我們不想工商 那一定會有 呃 應該說 很多的廠商都有 很多的廠商都會 都會說 有這方面的consulting服務 那 我沒辦法跟你講 畢竟我們這是HECON 我們是技術 技術talk 對 好 我們很好 那 對 那剛剛問這題的 呃 會眾有在現場嗎 要不要幫我們補充一下 大家都 太害羞了 對 好 那就我們還應該還有一題的時間 那請問 現場還有沒有人有些問題想要跟 呃 講者討論的 好 那看起來大大致上的問題都已經 呃有回答了 那也歡迎大家在會後呃 繼續找講者討論 那我們這一場的議程就到這邊結束 呃 讓我們再給兩位講者呃一個掌聲鼓勵 那我們就結束呃這場的議程 謝謝 謝謝 謝謝